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们昨天晚上在这个101广场 这个就是101大时代广场了 我们昨天晚上在这个广场侧面的这个停车场这里过夜 很舒服 这里的话它温度不高 比较凉快 并且它四周都有很多这个楼房 应该是挺安全的 多有人嘛 然后又不吵啊 我们那条路是主路 然后的话 这里有一条小过道 但是的话我们在这个位置基本上是不吵的 所以睡觉睡得很好 如果以后大家来到古今这里自驾游的话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不错的落脚点 因为晚上假如你肚子饿的话 马上就到这个101大时代广场这里 就很多很多的美食了 吃完饭 你还可以顺便逛逛 有超市啊 再往前面走一点点 还有一个 商场啊 再过马路 按一下这个 现在就等绿灯了 刚吃完早餐了 因为现在的经济发展的有点缓慢 所以他们卖早餐的 他们都好几家集中在一起 在一个地方卖 比如说我们刚才吃的 他就是这样子的 那个房东 他就在那里卖饮料了 然后其他有卖早餐的 卖午餐的都是不同的人在那里 做他们这样子一起分担这个费用 同时的话也让他们自己的那个餐厅 款式多样化 这样合作 共赢啊 我觉得这个办法挺好的 他就是在这条街道上面吃的早餐了 然后的话他这里有一个 Medica Plaza 是个大型的商场来的 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是一个广场 然后这里是一个 Saint Thomas 天主教堂 再往右边拐 这个是 Medica Palace Hotels and Seals 应该是很棒的酒店了 然后这个就是 Bornier Cultural Museum 我们现在走进这个 唐人街看看 有啥商店 这边 金行 当户 金庄 珠宝行 啊 芋圆 魏圆堂药行 这个 名字听起来是 以前的名字 很有意思 银行 钟表 哇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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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福法 各位看一下这里 上帝庙 上帝庙 我自己信上帝的 看看 对 上帝庙 没错 上帝庙 龙族的上帝庙 我觉得这里的摆设 古香古色的 来这里拍电影都可以 不错 很棒 我们在中国 在古京 这里 我看到这里 好好的 我进来 我看到这里 有这些沙尔 我看来有大灵 我真的想尽一下 老师 我们进来 你好老师 好 怎么称呼你 蔡 蔡先生 我可以理发吗 可以 好 是waterfront 这个应该是大海水了 然后这栋建筑是他们的政府建筑了 然后这里的话是以前的王宫 在waterfront往右拐走大概十分钟左右 我们又看到一个文物馆 华族历史文物馆 我们来的时候他刚好在装修 那我们就进不去了 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唐人街 这是很老很老以前的房子了 但是他们做的很整齐 看到了吗 都是统一的面对这条马路的 这肯定不是新建 肯定是很久很久之前的 那个华族历史文物馆 我们就没办法进去看了 所以的话我们直接 来到这个城市的地标 这几只猫这里啊 来古镜这里呢 肯定要来这里打卡的 因为这是一个地标嘛 要不然谁知道你来过呢 对不对 最后我们就走到这个唐人街的入口这里 这个大牌坊这里 那这一段路就走完了 那朋友们 这个视频先介绍这么多了 记得关注我们 我们接下来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哦 再见